我是一个工程人,2018年已经结束,掐着一算,本钱,毛利润,净利润。 惊喜地发现,我从身无分文,到后来的一无所有,再从一无所有,发展到现在的富山累累。 我是一个艰辛的男人,我来自于中国最大的村,农村,我走过世界上最长的路,套路。 那年我差点考上清华,以一分聚查名落孙山,后来进了间专读了测量专业,巨大的打击彻底粉碎了,我的美好未来的憧憬。 我每天围着工地转,与黄土为伴,与非是共物,我是一个有心有肺,真诚善良的人,勇敢,有责任心,对需要帮助的人义不容辞。 我心肠很软,别人总是借我的钱,每天用六位数的密码保护,找两位数的存款,心真累。 我就是我,不一样的烟火,我就是我,看见自己都上火。 以下是我的2018年年终总结。 这一年,我在路上,起的,比鸡早吃的,比猪差,干的,比牛多睡的,比狗碗。 经常工作长了一身标,留着这些肉可以抗寒,抗饿,我这样安慰自己。 于是,我开始注重养生,幻想能解决工程人得的职业病。 然而,我,脱发愈发严重,头顶越来越凸。 这一年,干工程明显感觉累了,一看工地就头疼。 这一年,钱没少见,就是没多少进我兜里。 但是啊,别看我这么帅。 其实,我这一年也有很多收获。 沾床及睡法,给我一个枕头,相信我能睡到。 天昏地暗,太枯实了。 吃妈妈香神宫,一天的晚干活,饿得啥啥都吃。 吃土保命吧,没钱尽管来干工地。 但是终于知道啥叫操着卖白粉的心,挣白惨钱了。 这一年,我还收获了如何? 吹牛逼。 当然,这一年,我也曾差点拥有爱情。 幻想着一个自我冷暖的厕扫出现。 遇到一个心仪的女孩,我连未来小孩叫什么都想好了。 但终究是差点。 这一年,我的年度计划实现状况。 最后,总的来讲,2018就像这张图。 不过,我仍然相信,2019年。 2019,我也想有美女。 2019,我很想放肆。 2019,我会变得无比富有。 2019,我也会很自信。 一首诗结束我的年终总结。 那年我把技术学会,当了工程人之苦受罪。 技术遗憾立马到位,我深感终日疲惫。 老板说话回馈都对,工资不少不能反对。 雕银此皮就像开会,稍不留神就得犯罪。 从早到晚比牛还累,一日三餐时间不对。 挣得不多还装富贵,每天感到身心疲惫。 劫不到账让人崩溃,天天送礼不懂社会。 逢年过节家人拿会,身心憔悴无数流泪。 投家设业会对长辈,身在其中方知其位。 不敢奢望社会地位,全高傻傻自我陶醉。 我的名字叫,工程人。 2018请大家多多关照这个群体。 他太累,他不容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拍摄了。